在微信上经常有人给我留言说 我花了好几千块钱 买了四个五股肾药的疗程 为什么肾还很虚呢 找商家讨个说法 他们说我身体的毒素还没有完全排出来 还要我买几个疗程治疗 把我整怕了 钱都花光了 还是不好 传统医学中的肾和现代医学的肾完全不同 传统医学的肾是先天之本 是生殖繁衍的物质基础 中国性学会副理师长马晓年指出 传统医学中的肾涵盖了内分泌 秘妙 生殖 免疫 神经 血循环 呼吸 运动等 人体主要生理功能的概念 即使是现代医学中的下丘脑 一垂体一性腺绸细也难以与之匹配 可以说中医的肾是一个虚拟的概念 肾虚在寻证医学 西医是指一种与中国文化有关的精神障 在中国传统医学里面 指的是内分泌系统的免疫机能低下的一种症状 其症状包括情绪焦虑 惊恐 及一系列躯体症状 例如头晕 背痛 疲劳 失眠 多梦 通常人们一旦出现情绪焦虑 惊恐 及一系列躯体症状 例如头晕 背痛 疲劳 失眠 多梦 第一时间就给自己扣上肾虚的帽子 实际上呢 你并没有肾虚 你只是最近消耗身体能量过度造成的 类似于这样的症状 只要你将自己的生活习惯调整平衡 加强锻炼身体 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会恢复 我们再来看看那些乙型补行的传统医学理论 吃各类腰子补肾 正是基于这个理论 取类比相是另一条补肾的理论来源 如鸽子因为交配频繁 繁殖能力强 鸽子肉和鸽子蛋也就被赋予补肾和改善性功能的能力 实际的情况呢 鸽子药被吃灭绝了 猪腰子吃到胃吐血了 是还更虚了 食品专家认为 肾病需要对症治疗 吃药食补解决不了问题 意义上的食补不是让你胡吃海喝 烧烤韭菜 烧烤猪腰子 而是多饮水 多排尿 有健康的规律的饮食 主要目的就是降低血液中需要过滤物质的浓度 从而降低肾脏的负担 你想想你一个100斤的人 扛着300斤的石头 你也整不动是不是 也许有人觉得 现代医学也有局限 补肾药流传千年 一定有它的道理 再不济也能强身健体 这正是补肾药千方百计 想给公众留下的印象 不少补肾药都或明或暗地表示 没有副作用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一些补肾药中 还有和手乌 据本草纲目记载 和手乌 气温 为苦涩 苦补肾 温补肝 色能收敛精气 所以能养血液肝 故经益肾 见筋骨 标环 为滋补良药 不过 和手乌治肝损伤的案例 今年不断发生 2014年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发布通报 提示口服和手乌的肝损伤风险 此外 很多厂家的补肾药 六味地黄丸中 含有择蟹 而择蟹 有明确的肝肾毒性 能让肝脏 肾脏 出现肿胀等等严重症状 2012年 国家食药监总局 发布了新的 六味地黄胶囊的 说明书犯本 增加了 有高血压 心脏病 肝病 糖尿病 肾病等慢性病严重者 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六味地黄丸又是非处方药 谁都可以在药店买 而从业者则只是强调 六味地黄丸 是用来治肾阴虚的 不能用来治肾阳虚 言外之意识 你自己买药吃坏了 全是你的问题 别怪药不好 一些媒体 还不断为这类补肾药叫好 补肾药的潜在危害 自然无人关心 传统医学认为 补肾需要慢慢调养 方能见像 不过 为了拢住顾客 一些厂家偷偷在补肾药品 和保健品中加入西地纳菲 也不是新闻 伟哥是处方药 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绝对不能与任何形式的 硝酸类药物混用 也有明确的禁用人群 FDA也曾建议 若患者眼睛出现不适 视力下降等症状 应立即停止服用 然而 当你以为你在吃补肾药 或者保健品的时候 你的这种警惕 几乎会降到零 甚至还以为是补肾药奇效了 性能力不行等于肾虚 补肾等于提高性能力 这思想上的守旧和固化 已经和日后 想要过上幸福的生活 背道而驰 可惜的是 这些人到现在人未觉醒 早些是你的做爱技术太差 阳尾是你的身体健康管理上 出现了问题 透过后期系统化的训练 你才能够真正的 从本质上去提高你的性能力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要提高性能力 想要掌握控制发射时间的能力 或者想要东大钉钉 或者想学习一些实用的床技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神大壮养成绩 你难以言说的心事 我们懂你 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 欢迎大家点小铃铛订阅 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